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众所周知,茶叶是四方对东方最早的认知之一 茶叶在古代就已经流传到了英国,并被英国视为真榜 我们今天的故事是设定在中国的龙王为背景下展开的 龙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神秘的物种 它时而在天空肆意放飞自火,时而潜入海底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在龙的身上总是充满着神秘的未知 而中国的龙王在睡觉时长到地里的睫毛能够长出茶叶 于是龙王把法力封印在了龙牌里 并把这种力量赐予了替他照料睫毛的白魔法师和他的女儿程兰 白魔法师是功夫大师成龙事业 60多岁的他依然坚守在武打影视的道路上实属不一 在影片中和他有激烈碰撞的是斯瓦辛格 斯瓦辛格身材魁梧,力量强大,西洋拳更是拳拳到肉 而造成这一切混乱的是黑魔法师和女巫 女巫是有着东方美女气质的玛丽出演 她这次的形象突破了女汉子的历史 把魅力四射的女魔法师演绎得淋漓尽致 更展现出她曼妙的身姿和高冷的气质 这种极大的反差令人感到惊艳 随着剧情的发展 什么小精灵啊,古老的怪兽啊 和那些居心叵测,玩弄全数的幕后统治者都一一现身 整部影片魔幻异味和色彩相当浓郁 伸手绞节,足智多谋的白魔法师 遗花接木又心狠手辣的女巫 以及呆萌可爱的小精灵都令人印象深刻 整部影片不仅演员是国际化团队 角色和故事更凸显了制作团队的用心 还有真龙护佑茶叶的设定 都彰显了影片汲取并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心意 再加上成龙和阿诺终于大打出手的巅峰对决 更是让整部影片给观众带来特别的观影体验 总之,真龙将士,龙牌之谜大显 黑白魔法大战,性感女巫强势 跨越半个地球的历险 让龙牌之谜从各个角度都堪称是 这书记档第一期换大片 这部电影定档于8月16日上映 到时候让我们一起踏上寻龙征途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